对吧 我想教你 那我去了 去见第二个男嘉宾了 到你了 进一步接触的话 孙飞月呢 相比来说 可能给我的那种 男性荷尔蒙更强一点 但是 她现在很明显喜欢罗毅 但我对她呢 我也没有说想 嗯 我好难啊 我想一想 但是陈欣 已经是目前唯一一个 我跟她有个长途约会的人了 孙飞月和土土吧 一人一小时 从哪来啊 从上一个约会场所 还是从小屋来啊 你拆 我不拆 从小屋来的 从小屋来的 哦 那你也是一早上就知道我要找你约会了 对啊 因为我是觉得 我们其实接触的并不多 对啊 单独接触十五分钟 对 但是我第一天和第二天短信 对我不都是发你的嘛 其实还是挺想了解你的 嗯 那为什么我给你发两次 你一次都没发我呀 你就是觉得我这个不行吗 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嗯 其实我很少说看第一眼就去表达太多 我就想就说 先了解了解 我觉得你现在还挺主动的呀 然后你就是确定你很喜欢这个人了是吗 我感觉就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放松 更轻松一些 哦 帮你给羊婆拍点有趣的照片 她玩一招吐口水怎么拍 那就证明她讨厌你 你把它烤了吃了 你不是这样 就在这儿 只要你摆个表情啊 摆姿 就是我嘴很惊讶 然后看到天上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特别的神奇 可以可以 你过来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用三星AI给你做一个好玩的照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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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她能把这个羊放到上面去啊 神奇吧 下次用这个做表情包 酷吧 把你放到天上去 可以 给我装个翅膀 我想给小兔子拍 可以 小兔子 她超风过来了 太幸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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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现在对哪个男生比较感兴趣的 我不是对你比较感兴趣吗 对啊 给你发两次短信呢 还约你出来约会 不是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缺点也很多 优点也有一些 所以说就显得我这个人很普通和正常 什么叫很正常很普通啊 大家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呀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的人 你觉得你没有别人优秀吗 看你用什么方面去定义他吧 嗯 我觉得啊 喜欢这个东西啊 跟优秀不优秀没有直接关系吧 当然如果这个人很优秀 一定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优秀的人很多 你只是想找一个最优秀或者更优秀的 嗯 那你不可能找到喜欢的人的 因为永远有人比你优秀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是吧 道理是这个道理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感情中你是一个 我恋爱脑 我小坐镜 是吧 嗯 嗯 很黏人 我都能想到你是不是那种就是 会跟男生撒娇 然后那个男生天真的被你搞生气的 然后你又是那种 啊啊不行不行的那种是吗 不是 哪些搞生气了我就道歉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不死将的 我说错了我就错了 我觉得要跟你谈恋爱的话 会比较充满的欢快吧 我真的很喜欢谈恋爱 我觉得谈恋爱好有意思的 我也喜欢喜欢别人的感觉 蛮好 看来你没在恋爱中受过什么挫折吗 没有 伤心是有 但是我觉得别人没有伤害我 那还蛮好的 那蛮好的 对啊 嗯 是 对我印象最大的可能就是一次感情中的一次伤害吧 嗯 怎么怎么伤害呢 女生可能会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会跟别人在一起这种 嗯 导致我可能后面就特别缺 没有安全感 对 在后面又经历了两段感情 遇到两个很不错的人就慢慢让我就觉得 其实感情中还是可以完全就是限制对方的 所以我觉得谈恋爱遇到一个好的人很重要 是 谈恋爱就是一种学习一种治愈 甚至来说你可以是相伴一生的一个关系 有好的人恋爱的话 你就会觉得爱这个东西很美妙 然后也会教会你怎么更好地去爱别人 是的 我以前其实天生是一个共情能力比较差的人 但是我发现恋爱对共情能力的帮助特别大 嗯 就是以前我朋友都不跟我聊失恋的话题 但是当我恋爱以后我知道坏的话是什么感觉 然后他如果跟我聊我就特别能共情你知道吧 我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伤心 然后为什么难过 然后跟男朋友为什么吵架 而且我就特别有意思一点 就是我跟朋友聊天嘛 说为什么吵架这个事情 最后聊下来发现大家吵架的模式 嗯 都差不多 都赢 对 就是男生都是那样想的 然后女生又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嗯 我始终觉得男生跟女生是完全两个物种 有时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说 我立刻就要马上把事情解决 你放一放之后你会觉得很可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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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过得轻松一点了我觉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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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走边聊好吧 走 啊 没有 妹妹 没 没 来没 哎你们会打水漂吗 不会 没有个暖瓷 啊那有个暖瓷 来 子晟 牛话牛话 你玩你 能接吗 这个不接 这样接吗 这个可以接 给你来一个大的 我的错了 我想我中心来了 我以为你要在我头上 是我 我怎么会 有两个人回来了 你好 快来打水漂 好冷 我去拿个外套再过来 好 又有点眨脸 怎么是他们两个 为什么他们两在一起 是不是交换卡用了 应该是有人用交换卡的 你就是说我们太年轻了 我们是按照出门的顺序去给他们 肯定是交换卡 有人肯定用交换卡 不会是你用的吧 我都没去约会 你觉得我还会用这张卡吗 我都没去约会 这黄瓜是谁咬了一口 今天早上看到他们都出去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也挺想去的 但是 我觉得我做的选择没有错 就是不能给喜欢的人带来压力 所以我愿意放弃这次机会 如果土土有 土土会用吗 对不对 土土为什么要去给罗老师呢 对啊 还有交换卡这个东西吗 我有啊 我有啊 我给了孙悦 肥悦啊 但肥悦应该不会用啊 他主动交换 不可能的 一会儿问一下我就知道了 等他们过来 让他们巴黎一下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怎么还杀人猪心 我在这干嘛 不是要约会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你跟孙悦悦出去了呀 对啊 对啊 你们还跟悦悦出去了 嗯 你为什么要跟悦悦出去呢 那不让我跟谁出去啊 你这个图图吗 图图 图图出去了 啊 越来越乱了 不是你选的是谁 你选孙悦悦 我跟孙悦一起回来的呀 那你选了谁啊 那肯定孙悦啊 哦 假话 假话 我没有 图图先出来了 他第一反应没有证明回答 他闪躲了 他眼神闪躲了 我没闪躲 你们去问孙悦悦 你去问孙悦悦 你先出门的 对啊 我先出门的 图图第二个 事情变得乱起来 你咋没出去啊 你不是有那个 你不是赢了吗 你想想 你管我 你们那天 友谊之门干嘛了 我当时爬了那天半天 我都说了 友谊之门裂开了 你们不信 友谊之门裂开了 对啊 什么事儿 又给我装神秘 你装神秘 就没人理你了 回去看VCR 非要我们去追剧 你问他吗 我们是崩了 他说还能做朋友吗 我说不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说个应啊 为什么个应呢 不是为什么个应呢 是你刚上来说对他是想多了解一下对不对 别问了 别问了 烦死了 图图现在回来了吗 没有 图图跟罗毅去会了 罗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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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緊張了 怎麼會是 我要選土兔 為什麼會佔給50%的概率給到土兔 是因為我有一個好奇心 就是我一開始說的 我有個影子 我想去看看 想去聊聊 或許聊完之後 就沒有好奇心了 你好 你在這裡等很久了嗎 沒有 剛到 這裡好好看 是的 我也覺得 你今天嚇我幹嘛去了 吃飯 對 你會騎自行車嗎 會啊 你等等 試試看 小雲 今天沒想過 我會就是選你 是吧 我知道 采法當然心裡怎麼想的 就是有點 那肯定有點小開心呢 小開心 就大開心 大開心 你客氣的開心是嗎 沒有 沒有 不 哪能是客氣的呢 對 因為你很好 你對大家都很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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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兩天 你覺得怎麼樣 在這邊 就我能看出來 你有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尷尬 是吧 會有 但是想盡量 看起來都好 因為他們都很好 是的 你跟我想的 都是很像 你知道嗎 就是不好意思讓別人也難看 別人覺得難看 我就要一直就是想辦法 想行動 讓大家 或許說是看起來體面一點 你跟我真的 一模一樣 是這樣子的感覺 天哪 這地方選得好好 是的 我們停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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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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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了 他來了 不痛 不痛 我不知道 只有反正他不痛 這個黑的痛 這個黑的很痛 我不敢 你昨天任務做什麼來的 昨天任務就是 一直要站在王哥的旁邊 跟他組隊 所以當時我選了王哥 那王哥不是也贏了嗎 王哥 對 他贏了 他沒有選 他應該不會選 跟我約會 這除你意外 為什麼 因為我每一天的心動短信 都沒有給王哥 每天我們不知道發那個什麼心動短信什麼的嗎 嗯 這件事情會影響到你的判斷嗎 就比如說你本來想跟這個人發 但是會因為 其他的你會想算得不太好 會嗎 其實我倒不會被影響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說句實話 嗯 我中間有想跟你發過 因為我每天發這個時候 我是最糾結的 其實我一點兒不了解你 也沒有跟你就聊過天 我也不太愛表現自己 嗯 是的 所以我當時就一直在很糾結 我不想發行動短信 但我必須要發 那大家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對她是行動的 但其實我 只是因為我們今天相處的更多 我想給你發 昨天我不是跟露露和柯柯嗎 哦 哦 對 相處的都很好 就是我覺得都挺不錯的 然後到晚上發短信 他們倆都直接就是公開 就是我發給你 因為土土就是 就說我心格很好 嗯 然後你陪他們玩什麼的 就發給我 那你說我怎麼玩 我只能發一條 因為都是好朋友 對吧 是的 我當時就是這個狀況 我不知道我要發給孫哥 還是王哥 然後 就一直很糾結 很糾結 很糾結 我們去那邊坐著聊吧 好啊 我坐這兒 好 你知道其實這個 是我現在讓我批地準備的 因為我 因為我不想讓他們知道 我要問你什麼 我要說什麼 我要聊什麼 行了 那挺好的 行 我確定我們各自的心裡 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就進行一個1v1的對話 寫信 然後 來確定 我的一些猜想和判斷 就是內容嘴上能說出來的 能不能 咱不寫 對 好好 我有去問一些在 猴短信的時候 心裡的真正想法 我們今天到底想選誰 我們盜殺到底是真正想盜誰 我們是發在內心的嗎 還是因為我們在考慮到這個人 那個人 那些人的關係 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做出 真正發心的抉擇 我知道她有過糾結 要不要發給我 但是個子都沒有發 因為我們兩個本質上是都想為大家好 不想影響到大家的心情 所以我們把自己的想法排在了最後 我們繼續把問題寫到這下面吧 好 那個問題是 我們在列車上廣播響起 提醒大家 請各位乘客拿好自己的貴重物品 然後陸續有序地下車 而我緊緊地拉住了你的手 我在那裡寫了一個橫線 誰 你那倒是個填空題 那個誰是你要在小屋裡面 真正選一個人 不可以撒謊 不撒謊我一直都很真誠 所有問題都是 我可能寫的很多這一次 那就是沒有正確答案 對嗎 應該是吧 嗯 其實我沒有答案 我回答不出來 因為還沒有任何一個人 就是讓我達到那個想戀愛的點 牽幾他的手 把他當作我很寶貴的一個 寫高考作文呢 差不多 差不多 來吧來吧 沒事你沒寫完你直接寫 沒有其實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先換 來吧 這個答案是在我的意料之內 這個答案是在我的意料之內 因為如果我填寫這個答案的話 我也是這麼寫的 這個小屋裡 沒有一個人可以在這個答案裡 至少在目前 他也是的 然後我們接著寫 你想聊的話也可以先聊再寫 什麼時候想到再問也可以 就是我現在我需要學會 讓自己開心 就為自己做些什麼東西 嗯 對 所以不要再去應和太多的 無關的 對 無關緊要的 對 無關緊要的事情 我在我的內心其實是一個很悲觀的一個人 嗯 我能感覺到 真的比較悲觀嗎 嗯 之前朋友會想來去開導我 嗯 但是我還發現我身邊沒有一個人能開導得了我 他們一旦來開導我 也會被我帶的 非常悲觀 我講實在話 你如果要說我現在的感情觀的話 說我覺得男生都會變 其實 這一點是 我也覺得 比較認可的一點 嗯 你也覺得男生都會變 我覺得人都會變 是的 嗯 所以 嗯 我現在的有時候也會跟你想一樣 就是 當有人 去對我表達一些好感 或真的在私下生活裡 對我表白什麼在一起 我在想你的價值是什麼 對 我也會想這個問題 是的 就 嗯 沒有那種純粹的感情 對 所以你知道我為什麼選你嗎 啊 是因為我看你的時候 很純粹 我永遠就是會被這樣子的人信 因為我第一任男朋友他就是很純粹 啊 就 挺像的 就是你給我的這些答案 我都覺得 好像 就是是你自己也會說的答案對不對 對 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拋給我 我可能覺得就不差幾個字吧 嗯 我和你一樣 如果讓我填那個答案的話 我也填不出來 我就沒想到今天出來會是這樣的 我是真沒想到 你絕對沒有想到我還會就是約你是嗎 對 對 對我來說最難的其實不是說跟你聊這件東西 而是 而是有這個選擇的勇氣 你知道嗎 我不敢 一點都不敢 我怕傷害到別人 我也怕傷害到別人 在見面之前都顧慮很多 我擔心的是 老孫 老王 安吉拉 然後還帶一點露露 就是這四個人 然後她擔心的是 老孫 老王 安吉拉 我們就是 功力的點都一樣 因為 在我們的認知裡 我們可能比較清楚地了解整個局面 大家喜歡誰 大家對誰有好感 但是 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在單獨約會 但其實 我們應該做的是 不要去考慮那麼多東西 其實也沒有什麼錯嘛 就是應該面對自己最真實的想法 我們去溜達溜達 這兒 我拿著 你吃什麼 我不吃辣 我也不吃辣 你也不吃辣 等等都一樣 太好了 今天小屋管家为新加入的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可以在以下五张特权卡中 正选一张 我想要延长三十分钟 我要选飞飞老师和图图 一人一半 我有约会延长卡 我要使用 加给图图 在接触的这几天 小楼可能就是没有尝过我做的饭 然后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去做这道菜 给他去尝一尝 你要做什么大餐 这是什么呀 咸鸭蛋 你摸要关了 咸鸭蛋炒皮带 这是什么菜 好烦 你烦 是啊 你回房间睡觉去 你怎么会突然嫌我烦你出去约歌会你怎么做的样子 哎呀没事你当我做饭你自己回房间睡觉去 我等你搞完了我要做饭我 我搞完了我叫你去吧 你不真不知道家在哪儿吗 嗯 嗯 做饭呢 有肉吗 谁能整点肉吃呗 快饿死 快饿死 我有几个奶小楼 可以 你需要打包啊 对 你给谁吃啊 有一个人需要 嗯 有一点点神经 因为我觉得可以早一点告诉我 但是不是不一定非要说 等到说我这个时间点告诉我这个事情 我当时做的选择是把时间都给了土土 因为我还没有聊完那些东西 我还想继续聊那些东西 你知道今天约会时间是多少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看到后面有写的加三十分钟 你刚刚收到短信了吗 刚刚没有 我一共有两个小时的自由约会的时间 然后我有个延长卷 然后把它延长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九十分钟的时间 就这个是真挺意外的 我问你个问题真心话 现在这个小屋里面 你有没有担心某个女嘉宾会让她受伤 伤心 有啊有啊 有 我可能现在唯一觉得 会伤害到可能就是安吉拉吧 安吉拉也是我怕的 因为我很喜欢安吉拉 就是这个小屋里面我要找一个女生做好朋友 我们俩都回答过这个问题 我们会找双方 我们必须这么多天有一天晚上一起睡 真的你说呢 嗯 嗯 但说真的就是 我对安吉拉真的很有好感 嗯 就是但不是到那个点 不是到那个 不是那种爱人能谈恋爱的好感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要多去了解 嗯 跟对方多相处才能知道 能不能就是 对 到那个点 然后我也得确认自己的心意是什么样 对吧 你现在 对 所以我觉得要要好好的去说一下 不然今天这么模糊下去 嗯 我不 我不拒绝 然后我也不拒绝什么 到最后可能会真的很难受 反倒越后面越难受 嗯 不拒绝了 但今天我们俩 因为我们俩肯定是最后悔症的 肯定是 就大家都会知道 说了 我要开始阴谋了 没事 他们这都挺开心的 你看你的语调 啊 好真不 我很忐忑 我今天对飞游老师 造成的 难过 我这么短的时间内 如果我有想去了解 的人或是 我应该去遵从本心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 我是没有错的 但为什么觉得 这有错的地方在哪 不用去了 我被烦死了 我被拒绝了吧 从无疾 我还累了吧